新竹棒球場的12.1億 足足了高出一倍之多 觀念又出現造價新高的棒球場 而且一出手就比第二名高出一倍 也讓藍營立委看了再度開砲 甚至批評恐怕要再留真孫 真的他就是一個再留子孫的 再留真孫的一個工程 原來屏東縣府4月公布 將在6塊錯高鐵站附近的體育園區 花25.8億新竹棒球場 但根據縣府公告的營運計畫書 每年只能回收2500多萬 被批評100年都無法回收 但縣府也作出回應 25.8億的球場中央補助7.5億 縣府自酬18.4億 不過跟其他縣市球場比較起來 早年可容納2萬人的桃園及台中球場 造價分別8到10億元 10年內的天母球場花6億元 容納約1萬人 另外最近花12億的新竹球場 跟8億新建的斗六球場 則是容納1.5萬人 因此近26億的屏東球場 同樣只有1.5萬人 也引發外界議論 另外從運動產業來看 即使屏東縣過去就曾培育出許多知名球星 像是第一代的棒球王子廖敏雄 曾在大聯盟闖蕩的羅家仁等人 另外同樣大聯盟等級的林子偉 陳偉英以及曾仁和 也出身隔壁的高雄市 加上高屏地區 棒球名校眾多 也讓26億的棒球場將來定位 再度受到關注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